诶 谁让你插队的啊 不好意思 没抽那些 不要 我家里有急事 真的 你有急事 别人没有急事啊 半个小时就装好了 我还要去其他方向 我在这排了多长时间 你说插队就插队 我很快的不耽误你啥事 不行 你那还一车呢 我就装半个小时就好了 不行 帮个忙 行个方便 给你方便 那我呢 懂得有什么叫规矩啊 都是卡友 能帮一把 帮一把呗 不行 你看你还一车呢 我这很快的 不好使 快开手 那不能插队 不能插队 你怎么还骂人呢 你嘴里嘟嘞啥 谁骂你呢 我吃泡沫团呢 还多大点事啊 你赶紧开手 不能装就不能装 我就该走吧 我先走了 你慢慢装不 我告诉你下回不老插队 听到没 我先走了 好 老挨伟的 走落七点 欸 师傅 我这台炸了 过来帮忙整一下 换多少台啊 就那么多电话就那个 噢12的 噢 两条台最少得6000块钱 你太贵了 没有办法 离我前面35公斤还有一家 我还告诉你 你去上那去问一问 你看他6000块钱给你 你就完了 咋的了哥们儿 爬窝了 来 爬窝了 帮个忙吧兄弟 来 太想了 啊 万能 最近不挣钱 备胎我都没准卖 要不你有没有那个备胎 余我两条吧 有啊 不借你 我平常借给你 我车轮胎响了 我哥啥话呢 车轮一响 黄金万两 留 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流动补胎 我用不着你 他家卖胎可贵了 我用不着你 走了兄弟 走吧 搭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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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个事实在是不好意思 哎呀 说啥呢 出门在外 有点小发小蹭 不很正常吗 虽然说童豪是冤家 但是天南海北的司机 走到一起也是一家人 谁落难了不能帮你吧 对不对 做小事 这是什么态呀 把人的货子都拔下来 给我换了 多少钱呢 怎么给你 我回头问老板呢 我讲个道具 啊 太阶纳了 问阿雁 这两个人 有点饭 有点饭 这是那兄弟 是买胎 不是 喝飙 都把对你们 红了 更是 我们 买 إ 冢了 好